香港即4月19日开始为期四天的复活节假期 不少港人抓住机会与家人一起外出旅游 复活节前夕,记者走访多家香港旅行社发现 针对此次假期,旅行社推出了众多一帖一桥的相关旅游线路 多数已爆满 银半直通巴士的中港通集团也开放多半次的跨境巴士服务 其中,金大桥前往内地的直通巴士车票已于三周前售请 在香港旺角的一处旅行社集中地,记者看到 有不少旅行社在行目位置放置了内地短途游的相关生产单 亦有旅行社针对此次假期,推出复活节,港中澳大桥 广深港高铁等专题的系列旅游线路 多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表示 前往内地珠三角地区的跟团游目前已近乎售庆,十分受欢迎 香港新城旅游有限公司代表欧先生称 自去年广深港高铁开通,港中澳大桥通车后 旅行社及时进行调整,短线的旅游线路增加不少 此次复活节期间,旅行社还针对港人 推出了一铁一桥旅游线路 即经港中澳大桥前往内地,再由高铁返回香港 复活节期间,其实我们一般就做一些叫做一铁一橋 我们香港人叫,很热门的,一般一个团都收到四十多人了 都有整十几团的,我们公司受欢迎的,非常受欢迎 补盘了,一般最高峰期是19号,直到21号 在旅游目的地方面,潮州、汕头、珠海、广州等都是热门旅游地 首选去呢,就潮州汕头,跟着就潘雨,或者是珠海,或者是这个的广州 因为为什么呢?长龙是一个很受香港人欢迎的一个乐园 因为长龙的马戏很出名,我们香港没有这种马戏 所以就,那些团会比较受欢迎 潮州那边呢,香港人都喜欢,因为吃的好 此次也是港中澳大桥开通后的首歌复活节假期 中港通集团董事总经理陈宗一称 复活节假期,经港中澳大桥往内地的直通巴士车票已于三周前授庆 其中,19日已有超过50班车次前往珠海长龙站点 接载至少2000名散客 创下当日单一站点最多散客记录 复活节是香港假期 其实主要的客源都是香港本地的居民为主 复活节前大概三个星期已经爆满了 去珠海里边,当时我们公司应开每天有配额200班 但是在两三个星期前已经爆满 但是去珠海的方向,珠海的方向主要是长龙海洋王国 我说明一个数据,我200班去珠海的每天 其中有50几班是去长龙的 除了前往珠海外,还有三分之一的旅客将会通过港珠澳大桥 前往中山、江门等地 另有部分旅客因澳门线路爆满 改成前往珠海的过境巴士 至珠海口岸后再步行前往澳门 陈宗宜称,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实现了一桥游通港珠澳 也给旅客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方式 但在班次的供应方面 陈宗宜直言,目前还远远不足 据了解,由香港经港珠澳大桥的过境巴士 每日共350班次 其中,中港通集团占57% 可即便如此,依然有大批市民买不到票 陈宗宜称,希望三地政府能在假期开放更多上桥配额 满足更多群众需求